肝臟本身会产生胆汁 产生胆汁之后它会凑过胆管 左肝的胆管右肝的胆管汇总形成肿肝管 之后再进入肿胆管 而排到肠胃道里去消化吸收油脂类的食物 所以这个整个胆道系统只要有任何的地方阻塞 就会造成胆汁无法从肝脏内排出 而形成所谓的胆道阻塞 胆道阻塞的成因很多 大概会分成两种 一种是良性的成因 一种是恶性的成因 那良性成因最常见的其实就是结石类的疾病 那常见就是胆道结石 那胆道结石大概分两种 主要的胆道结石是它自己从胆道生成的 但这种结石其实相对少见 那主要胆道的结石来源其实常常是胆囊掉出来的 我们叫做刺发性的胆道结石 我们胆囊里面的结石呢 因为收缩的关系从胆囊管掉出 但它掉出之后却卡在这个肿胆管跟蛇指肠这边的出口 那因为这边出口很小 只要卡住以后 胆汁就会淤积在肝脏内无法排出而形成胆道阻塞 那这个是最常见的良性疾病 但相对也是比较容易处理的一种胆道阻塞的状态 那其他的良性疾病像是胆道的狭窄 先天性的狭窄或是因为后天的发炎 胆道发炎 胰脏发炎而形成的狭窄 也会造成胆道阻塞 那另外像是我们常见的其胎压迫 外在的器官的肿瘤 肿胀压迫也可能造成胆道阻塞 那恶性的疾病呢就是胆道这边生成肿瘤 常见情况像是胆道癌 胰脏癌 或者是十二指肠 胡腹癌 这是我们最常见因为恶性肿瘤而造成胆道阻塞的情况 另外像是一些恶性肿瘤的腹腔内转移 或是恶性肿瘤的淋巴结转移 在肝门部位也可能造成胆道阻塞 胆道阻塞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的情况 但是它其实是很容易表现症状的一种情形 所以像我们常常讲说胰脏癌是一个隐形的杀手 但是如果它是发生在头部 以阻塞性黄胆来表现 反而可以让疾病比较容易被发现 所以如果疾病提早造成胆道阻塞 其实是我们临床上容易发现疾病的一种方式 但是当初完美的杀手 我们的杀手 iyakata 员 我们的杀手 如果我们的杀手 也会有需要把杀手 我们的杀手 就是这样的杀手 我们的杀手 我们是看 我们的杀手